午安 歡迎收看 財經大白話 我是翟軒 每天帶你掌握 全球財經大事 從國際來看台灣 請在Facebook來搜尋 財經大白話 同步收看直播 掌握最新的財經訊息 節目開始來關心 財經大頭條 川普的壓軸演說 將在今天登場 就是定調在 竹夢偉大之地 而現在這個搖擺州的民調 和拜登之間 已經出現了黃金交叉 還有館長被開三槍倒地 竟然還流血直播 就來解析 台灣KOL的網紅經濟 還有美國的封殺令升級 台灣的半導體設備廠 遭到了拖累 外資開出了 台積電降頻的丁槍 我們就來聚焦 今天的財經大事 請專家 帶我們看懂新聞找商機 先來歡迎今天 加入討論的來賓 財經專家黃世聰 財經教授謝承諺 理財部落客雷咪 好 首先我們就講到說 今天其實有這個 財經下課後的網路直播 在節目結束之後 下午的2點10分到2點半 會在TVBS新聞網播出 好 我們就來看到這個美國大選這一邊 其實現在越接近選舉 美國的國內 就是越來越混亂 先前一名非裔男子 因為一場這個家庭糾紛 就讓美國的警察 從背後連開了七槍 也讓美國境內再度爆發了 這些大規模的種族示威 而現在就連這個NBA還有MLB 都罷賽抗議 但沒想到川普他不僅沒有安撫民怨 反倒是酸這個NBA收視很爛 但是現在對於這個川普來說 天下大亂 形勢大好 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民調出現了一個反彈 因為川普的民調原本是大幅的落後 沒想到最近可能因為這個反中排 或者是我們講說他不停的喝這個白後湯 使得這個六個搖擺州支持度 竟然上升 還即將要出現黃金交叉 這麼厲害 我來問一下陳彥哥 你知道在美國 其實就是一個種族大熔爐 而種族的議題 一直在美國是非常敏感的議題 所以你現在出現這種種族的一個問題 連NBA都出來挺這個議題 要罷賽的時候 你因為NBA非裔比較多 比例相對是比較高的 這個時候他們出來挺 你身為一國之尊 而且你還要選下一任 要準備連任 這個時候你的談話其實非常的重要 也能夠顯出你的這個 所謂的總統的一個風範 你的高度跟你的地位 所以他講了什麼 你講了什麼 他今天竟然說 反正你們收視也不好 不比也是剛好而已 講這種話 我都覺得這個人腦袋裡面 是裝可樂還是裝什麼 我不曉得糖分太多還怎麼樣 連他的女婿也趁這個時候也出來講 你們不感謝一下 你看你這時候你有工作 你剛好休息對不對 而且你看你們收入這麼好 沒有經濟的疑慮對不對 你要不要化為實際的行動 都沒有同理心 都完全沒有同理心 去思考這件事情 甚至我覺得說他不處理種族問題 甚至大打移民盤 你知道這次全代會 他裡面他一直強調什麼 他說他老婆是移民對不對 然後副總統是移民 意思是什麼 我很關注移民 是嗎 我記得我們以前在節目裡面 講得很清楚 他不是一直在打壓移民政策嗎 他挑撥打壓甚至限縮移民 怎麼突然之間 他好像對移民很友善 而且他還說NBA 你不要搞得像政治組織 沒錯 好 他說不要把NBA 你不要搞得像政治組織對不對 好 今天有五個新移民 他要宣誓對不對 通過我要宣誓對不對 那基本上他有他自己的儀式 你怎麼把他拉到 共和黨的全代會裡面來 你知道這些人事前都不知道 這個整個過程被錄下來 而且整個過程 就放在全代會上面 不就消費人家 那請問一下 你這是不是政治操作的一個手腕 等於你讓別人看到說 你看我很支持移民 對不對 大打移民牌 到底有沒有效 我覺得現在有一種氛圍 就是天下越亂 川普越穩這種感覺 為什麼 你看反中移民牌 而且這個移民牌打下去 大家好像忘了 他是反移民政策 既然六個搖擺州 他的民調快要黃金交叉 等於說他原本得分體 他要繼續得分 反中這邊繼續得分 但是他扣分體移民 然後他就說我不承認 我現在又對移民友好了 這種感覺 等於是說支持他的比率稍微上升 反對他的比率稍微下降 從54降到52 支持他的從46升到48 你知道Sleeper Joe下行 就是那個拜天Sleeper Joe 我嚇到怎麼會這樣 他要不要做一點什麼 因為Sleeper Joe一直學著說 我什麼事都不要做 讓川普自己犯錯就好 可是沒想到川普越錯越離譜 越離譜既然民調越高 而且不斷的派軍機去挑釁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派的 對不對 但是他有沒有在背後去暗示 因為軍機不斷 美國軍機不斷的去挑釁 中國軍演的這個限制區域 現在你知道 剛才我們看到這是移民牌 給各位看一下 多荒謬 現在挑釁到什麼程度 挑釁到中方真的氣到 直接在微博 這是官方發的 不是一般我們講網民 看不下去發的 這是官方發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上面直接寫說什麼 氣到 你來看一下你的YouTube殘骸好不好 然後我們的軍博館 看一下你的YouTube殘骸好不好 為什麼 58年前你2萬名以上 我都可以打下來 現在我不能把你打下來嗎 要不要試試看 你再來挑釁看看 對 就是你的YouTube飛過來 而且這個不是只是說 在網路媒體所做的一個宣誓 實際的行動越演越烈 怎麼樣叫實際行動越演越烈 這個是在南海的一個 甘船屋的施工 被航空的航太的照片拍到 衛星照片拍到 那你說做一個甘船屋 不就是讓船停靠 這個規模是可以停下船母 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如果可以停進來 那意味著最大的一個軍事集團 軍事團體行動 未來有沒有可能發生 而且這個還有拍到 有一個地下管道 這個是可以藏什麼 藏潛水艇的 所以未來是不是會派 這個航空母艦來跟雷根號 來做一個對峙 那這樣是不是真的把整個 台海的情勢升溫 所以你知道升溫 在升溫不打緊對不對 你不降溫就算了 AIT在他的臉書PO了這張照片 說你看來美國這個練習的 這個F-16有沒有 這好像第一次這樣PO 這是台灣的對不對 這是最新的照片 這是美國的加油機 這個是我們的F-16 你看我們多好 還幫你加油有沒有 玄外之音幫台灣加油了 這個叫安全月 他說這個八月叫安全月 我們是最好的朋友OK 好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他現在拿出來 秤溫度對不對 他還貼了一張1997年的 這一張是最新的 他下面還貼一張1997年 他告訴大家什麼意思 我們友誼已經23年了 友誼不斷升溫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連我們蔡宏董都開始擔心 他說你這個川普這樣亂搞 台海急事這麼升溫 你又強迫推銷軍火 810億的軍火 這個是什麼魚叉飛彈 那萬一真的扎槍走火怎麼辦 會影響到整個 台海地區的一個安全 所以我拜託一下 川普你不要為了 你自己的選情的極為 一直把台灣往死裡推好不好 對 所以今天這個蔡總統 在巡視這一個F-16的 這接牌儀式的時候 他也特別講到 就是我們的這個捍衛主權 真的不是靠卑躬屈膝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說 這其實對於這個大陸來說 T-TALK的事情 不光是這個中國好女婿 也就是說我們所講的 FACEBOOK的組客博 不斷地在扯後腿 現在也傳出說 才上任短短三個月的T-TALK 美籍CEO 金船閃遲 其實我們原本對於 他的這個印象是說 他是迪士尼的高管 他來到T-TALK 其實是要來協調T-TALK 就是這個被美國打壓的事情 他要居中協調 但是沒想到 他扮演的角色 竟然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這樣 他有點像是這種美版無間道 因為他據傳說他一上任之後 馬上是站在美國這一邊 馬上就是來促使這個T-TALK 的美國事業要趕緊販售出去 怎麼會跟我們想像中落差這麼大 這來問一下施聰哥 沒錯 事實上T-TALK在國際的 這個算是他們的執行長梅爾 他就在最近宣布他離職 那這一件消息也獲得 這個包括說字母跳動的 字節跳動他們的證實 那他來到這個T-TALK 是6月1號到職 到目前為止來說 月末三個月不到的時間就離職了 那他到底為什麼離職 當然有人會把它形容說 他是這個美版的這個無間道 好像是在這邊臥底的 但是其實我們如果把這個時序 把他釐清楚來說的話 你會發現到說其實他或許 他某種程度是背了黑鍋 為什麼我第一次講 第一個他是6月1號到 6月1號的時候 當初為什麼這個梅爾 會來到這個T-TALK 主要就是因為 他原本從迪士尼來的時候 當時T-TALK是想要發展 包括說一些國際業務 另外一個他是希望說 用梅爾他過去一段時間 是在迪士尼合作的狀況之下 他能夠改善這個T-TALK 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包括說美國政府之間的關係 但是沒想到他來沒多久之後 爆發了什麼 我們先講第一個爆發是 中國跟印度的衝突 印度率先進了T-TALK的時候 美國才跟進 所以事實上他一開始來的時候 來的時間點就不對 對 他來的時間點相當相當的尷尬 好 那你為什麼 為什麼外界會把它形容說 是雙面的 因為他來了之後 美國沒多久就開始對他開閘了 開閘就說你9月15號之前 你要給我賣出來 要不然的話你就退出美國市場 這個時候他的態度就真的 財穿如無間道 為什麼 他來了之後發現到說 他原本想要好好的發揮 國際的這個長財 結果沒想到美國這樣業務下來 美國這個經營下來的話 他面臨到要賣 或者是說就被關掉這個狀況 而且美國跟印度是兩大市場 對 要賣或是關掉 如果你是沒業你會怎麼想 關掉的話好像不好 對不對 如果賣給別人的話 我還可以發揮 所以他當然一定覺得說 那我把他賣掉 賣給這個很多公司都很喜歡 那賣給微軟 賣給美國公司 他更開心 所以這個就跟創辦人 張一鳴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應該是說不是不一樣 張一鳴他一開始是不想賣 可是問題是站在那個時候 他也必須要賣 問題是張一鳴要賣的時候 他這個消息傳出去 叫中國大陸網友開始罵他 就說你怎麼可以把這個公司 賣給美國人 你這個是叛國賊之類 所以張一鳴後來態度 又有一點點在猶疑 他變成是兩邊夾擊 那還有背後還有另外一個 一個大股東叫做紅三資本 紅三資本是美國最大的 這個創投公司 他不希望張一鳴賣 他為什麼不希望張一鳴賣 他的理由很簡單 他的理由就是說 我們現在估值 因為根據美國銀行 對這個紅三 對TikTok的估值來說 大概大家都說800億起跳 那你現在賣的話 賣350億 最高350億 200多億 你撩到了 所以他們現在 紅三資本跟他說什麼 忍一忍... 忍到川普落選 拜登的立場就不一樣 我們賀錦麗 他也是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搞不好 重新就可以活過來不一定 所以他叫他等等... 可是問題是 川普的精靈一直來一直來 那你怎麼辦 現在說9月15 可是大選要到11月3號 對 所以你怎麼辦 所以變成是說怎樣 我覺得這一次川普 真的是厲害 他等於是說 我也知道這是好東西 好命 我覺得這次就在 我選舉之前 我要下令你一定要賣 賣的話 你就要低價拋售 給我們美國的相關的企業 那現在美國其實到底有幾組 根據最新的這個 美國媒體報導的消息 他可能會在未來的幾天之內 會宣布真正的案子 會花落誰家 目前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個就是微軟 微軟的話 其實是最接近的人 但是現在來加入一個窩罵 窩罵可能會跟微軟兩家公司 一起聯合起來 聽說48小時之內 就會拍板定案 對 沒錯 那還有誰 其實這一次殺出非常多陳曉金 包括說像甲骨文 也想要賣 想要買 包括說像前一陣子傳出 推特也有想要賣 後來傳出說連Google都想買 因為Google想要買部分的業務 但是當然跟這個不太一樣 Netflix好像聽說也有出價 甚至到最後連印度的首富阿巴尼 他都會來出價 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因為他這個當初的 原本川普的立場是要把它禁掉 但是後來有一方人員就說 那該不會把它買下來 所以他開了一個綠燈 就說可以收購 可以收購說大家拼命來搶 拼命來搶的時候 原本一開始是微軟瘟到 可是為什麼後來又變卦 因為他後來又新加了一個條件 就是說你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 你要最好不要在中國有業務 或是說你在中國的業務 少一點點 第二個是說 我要在一年之內 你要把它切割乾淨 可是這個很難切割乾淨 所以為什麼後來 包括Google什麼 他們都去巡價 他們當然也認為說 你微軟你有可能會這樣子嗎 有可能真的會有辦法切割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嗎 所以變成是說 現在很多人在裡面搶 當然剛才宅娟講到 可能在這短期間之內 就會決定是誰 但是這個對張一銘來講的話 他可能會面臨到很多內部的壓力 紅山資本叫你不要賣 中國大陸網友叫你也不能賣 你這個叛國賊 所以對他來講 他現在處分了這個 他雖然250億到300億入帳 但是對他來講的話 他可能會面臨到未來董事會 或是說相關的 會不會對他發起所謂的不信任 或是怎樣的狀況 這當然我們看後續的影響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說 這個美國的內幕 真的是被川普搞得一團亂 但是美股好像是在一個平行時空 四大指數是紛紛創高 甚至還有這個華爾街的分析師 還認為說年底這個美國大選 有可能會是一個黑天鵝 有可能會在選後導致美股崩盤嗎 這個今天我們有特別請到 這個理財部落客雷咪 雷咪也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平常你也有在投資美股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雷咪的這個檔案 其實他是在這一個過去的學歷 是這個中興大學資工系 然後是臺大的電子所 所以他原本在從事的產業 是比較工程師相關的產業 對不對 但是在投資方面 其實也很有經驗 在十年來投資這個美股 以及一些ETF也是非常有經驗 我們就請雷咪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在這一波美股當中 你是真的是覺得說 在沒選過後 有可能會出現崩盤嗎 現在我們應該要怎麼樣避險 或者是說反而現在是一個買點 我覺得如果現在要做短期的話 可以考慮 但是這真的就是 就是真的就是 美國總統大選會是一個變化點 但是我們自己是 我們自己同樣的投資人 我們認定是說 我們預期有可能會過了 聖誕節跨年之後 它才會開始跌 因為可能是文化的關係 因為還有那個節慶行情 對 所以它會有一個尾端的 節慶行情在拉 但是那可能是最後一波了 因為它還沒有 因為現在市場的消息面 沒有太多的熱點 可以在美國市場上面 我自己的投資的方式其實是 其實不管市場怎麼變化 還是有一套的投資邏輯 我自己會選擇這三種方式 第一個就是美股的ETF 就是這個方式 其實就不論市場的漲跌 因為它其實是 用來做資產累積的 是定期定人買嗎 對 就是我可能每一年入場一次 然後進帳 就入場一次1萬美金 然後就是做債平衡 所以我會定期的做股債平衡 所以如果股票好的時候債券低 那就股票賣掉 或者是股票買少一點 債券買多一點 相反的 如果是市場不好 股票不好的時候債券 這時候也會比較高 這時候反而是可以買多一點股票 比方說現在這個美選 倒數60幾天 你這時候有做一些調整嗎 通常在做長投的ETF的話 我們不會做太多的調整 但是反而是在第二點 第二點的話就是投資個股的話 可能就要比較注意時事的部分 比如說像最近Netflix就長得非常高 這大家就可以能夠理解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沒辦法出門 然後這時候相關的產業 它的行情就變得非常好 然後像Zoom也長得非常好這樣子 所以說可以研究自己喜歡的個股 比如說像我有朋友他喜歡迪士尼 迪士尼最近就很慘 可是因為迪士尼過去 它就是一個極優股 但是它因為價格過高 所以大家都沒辦法買 所以就是有一些人 他們就在這時候 可能會逢低布局 希望疫情回溫之後 他們可能可以得到比較高的漲幅 所以這一波你也有買一些 就美股的個股 就不光是ETF 對 沒錯 然後我會挑選一些 我覺得我自己喜歡的 之前已經觀望很久的極優股 但是因為可能受到這一波的影響 然後它可能股價有點偏低 那這時候就可以逢低布局 像現在滿多人就是想買美股 都是看到說特斯拉漲很高 或者是蘋果漲很高 像這個的話你也會去買嗎 我其實比較少追高 因為像你剛剛聽我講的話 你就會發現我的ETF的布局策略 其實是逢低買 然後我的第二個自己喜歡的品牌 我也是挑選機優股 然後選擇價值股 也是逢低買進 所以我反而是很喜歡 就是他們跌的時候 但是這有一個前提 就是你必須要確定 這個公司的基本面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分析它的財報本身沒有問題 然後再去看它股價的合理性 那我們會有一個目標價值 那如果說這個股價的合理性 是合理的我們才會買進 這樣子 對 好 所以今天謝謝雷咪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等一下我們的財經下課的話 還會有更完整的 請雷咪來分享 他的這個投資經驗法則 下一段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傳出的一個非常重大的消息 就是館長竟然被開了三腔倒地 竟然還流血直播 我們稍後就下一段回來看一下 台灣KOL的網紅經濟學 馬上回來 財經大白話 記下部落後就在那邊 記下部落後就在那邊 박財幕 文財船 看到